中广论坛 他做了一个跟韩国瑜市长的访问 不过没想到呢 因为访问的过程当中呢 那他做了一个注解 就是说韩国瑜市长呢 他不会去领表 而且四年会做好做满 那没有想到的是 在会后的记者受访的时候 韩国瑜市长他的意思是说 他讲了四年 不是只做好做满 他没有讲这四个字 他的意思是说呢 市长的任期是四年他知道 那他是说现在目前 此刻没有打算选总统 但未来的部分 他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承诺 那所以导致呢 这个很多的韩粉 很生气 觉得黄光瑜是不是 去扣上了韩国瑜 这个做好做满的帽子 把他没有讲过的话 塞到他的嘴巴里面 所以呢有一些韩粉 或者是很多韩粉 也觉得这个是反串的 就到了他的脸书 不断的去讲说 攻击黄光禽 然后也攻击他的先生 也是知名的媒体人杨文嘉 甚至有一些不理性的网友 去攻击到了黄光禽的孩子 所以呢在前几天 黄光禽就在脸书上说 他要跟网友宣战 他要去 他要去警察局里面呢 他也未来可能会提告 那要揪出这些人身攻击 甚至说要对他孩子不利的人 这些网友 把他们揪出来 那再隔一天呢 没想到黄光禽 他就请辞了主持 主持的工作 那其实我觉得相当的可惜 因为我也上过他的节目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他在节目的铺陈当中 他的提问可以说是非常的犀利 这也难怪就是说 会让很多韩粉觉得 是不是他讲了这个四年被解读成说 四年做好做满 但实际上媒体对于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节目上面的访问 访问完之后 大家各自可以有解读 包括市长他如果觉得 他的意思被曲解 或是说别人误会他的意思 他其实也可以再做说明 但是这个都是属于在 节目讨论之后的一些下标 那媒体人的整个访问的工作 是不是就是如此 或者是说有去刻意做什么样的一个评论 我听了那个广播 我觉得我觉得还好 大概还是很有善的 因为黄光禽他大概是从比较早的时候 他就蛮支持韩国瑜 不仅是帮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也相当的畅销 而且在很多时候 民进党对韩国瑜市长有攻击 他也会及时的在脸书上面 替他发言反应 所以呢 我觉得他当然内心来说 可能是很受伤 因为他觉得是韩粉在攻击他 跟他的孩子 还有他的家人 不过呢 韩粉也觉得就是 这些攻击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是反串的 就是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韩粉 但是假借韩粉的名义 去做人身攻击 企图让多数的人 觉得韩粉是不理性的 那韩市长也不断的跟外界 做说明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韩粉 支持他的话 也希望能够像韩国瑜市长一样 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意见 用理性的方式来面对 这样是比较好的 所以韩国瑜市长 他这样的发言 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是很有高度的 因为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又不是我教唆他 他自己去的 所以他也没有打算 对外呼吁大家要冷静 不过韩国瑜市长 李嘉芬夫人 他们至少都做了 这样子的一个宣告 而且讲了很多次 那也希望再次呼吁 所有的网友 不管你是韩粉 或是不是韩粉 其实基本上 在网络上面的世界里面 如果去做人身攻击的话 都是很危险的 可能会吃官司 也可能要赔钱 有这个法律上面的责任 所以要请大家 支持一个人 或是讨厌一个人 都可以 政治人物所作所为 本来就是可受公平 不过呢 在面对跟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保持一个理性 而且不要做人身攻击 我想这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对于整个 哇 莱茵来说 也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那再加上呢 吴敦毅主席似乎 打算征召韩国瑜的 这个意愿越来越明显 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在国民党内的 这个程序 如果呢 有韩粉丝很希望 韩国瑜出来选总统的 征召大概有几个路线可循 如果是用征召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呢 换柱的方式 就是参照过去 四年前的时候的状况是 我们先可以注意到 如果有做初选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在 四月的时候 领表登记 那五月到六月左右 这个时间呢 他可能会是 参加初选 那初选过后呢 就会在七 就是选出 真正的候选人 然后到七月的时候呢 会在党代表大会里面 通过这个初选 所提出的候选人 正式的提名 就产生国民党候选人 原则上应该 照理来说 会有这几个程序嘛 那如果说要 征召韩国瑜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注意 第一 总共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 在七月党代表大会当中 虽然通过了 原本的初选候选人 但是呢 在后续 可能九月十月左右 开临时的党代表大会 开了这党代表大会之后呢 撤销原本的提名 然后呢 立即组成一个征召的委员会 然后呢 提出一个要正式提名的人选 代表国民党去参选 这是一种方式 这是第一种方式 是等到可能九月十月 透过临时党代表大会去征召 撤销原本已经选出来的 候选人的提名 这是这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我们把时间回溯一点 就是虽然四月有领表 五六月有初选 七月原本应该是在 党代表大会里面 正式的提出 正式的提出人选 但是呢 在七月的这场党代表大会当中 并没有同意通过 经过初选所产生的提名人 而是在当天组成一个 征召委员会的小组 在可能下午的时段 没通过原本初选选出来的人 然后去提名新的想要的对象 这是一种方式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方式呢 其实是透过呢 在大概四月左右的 原本的领表初选 就直接不要办 党中央就直接宣布说 我们今年的总统呢 为求胜选 所以我们才去征召制 然后呢 也不急着征召人 你一样是可以 透过组成征召的委员会 这样的小组呢 可以纳入不同的声音 那包括可能 比较清朱的啊 清王的啊 清韩的啊 全部都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放进来之后 或许在七月之前 正式提出征召的人选 在七月党代表大会的时候通过 所以我们谈到征召 依照制度来说 大概有这三种方式可以进行 那哪一种方式是最 对党受伤最小 或者说最能够顺利 其实我会认为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 四月就干脆 今年如果党说 希望用征召的方式 干脆今年都不要办初选了 就直接用征召的方式处理就好 那你说 这样子其他的太阳 会是有表带参选的人 他们会同意吗 我觉得如果我是候选人的话啦 与其初选已经选出来之后 才再次的被替换 那想要换人的声音 原本在之前就有了 不如就是在最早的时候 就直接划定这个区域为征召区 那划定为征召区之后 虽然不需要做初选 但是我相信还是一样 会透过各种的民调 去佐证才能提出 合适的候选人 所以我想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是最多人 可以接受的 因为吴尊义主持已经讲 他觉得呢 如果是提名韩国瑜的话 他并不会对不起 并不会对不起这个高雄 那如果党的态度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建议就是 在早一点的时候 或许4月5月 我们就根本就不需要办初选了 比方说在民进党来讲的话 民进党的所谓的艰困选区 他们基本上都并不是采取 初选的方式 包括在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区域 像是我们自己的选区 南松山信义 或者是内湖南港 这些选区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们认为难度很高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它设定为 征召区而非初选区 只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让 这个所谓的初选不要举办 那还是可能可以 透过民调或是 参考党员意见的方式 去提出适合的征召人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处理 会比目前呢 不管是初选的时程 或是初选的内容 都没有确定 但是好像 每个方都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放话 包括可能想选立委的 然后借此作为曝光的方式 那可是同时之间 可能也伤害了党内的其他人 或是说我们党内有 因为这件事情 意见不同的时候 其实又变成某种程度的 党内互打 这也是大家所不乐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党中央真的应该 省省的处理 我觉得有没有去提名韩国瑜 韩国瑜市长他到底能不能参选总统 最大最大的根源 我想还是来自于党中央 如果国民党中央能够尽快的去 把这个态度定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做得比较好 也比较快 所以我建议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对韩国瑜市长来说呢 哇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不仅是他自己的市政忙 而且呢3月16号 就是明天 立法委员的初选呢 要正式开始咯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他们全家总动员 如火如荼的在协助 我们所有的国民党的候选人 在复选 包括三重的这个正式委 那也包括呢 在台南的谢龙姐 不管是韩兵或是韩国瑜 都多次帮他们去复选 我认为呢 效果是非常好的 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这两区现在呢 已经选前 不能再讲民调了 不能再讲民调了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他们的人气 好像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对于 不管他选或是不选 对于国民党的所有人来说 有打算选的人来说 都是一记强心争 都是一记强心争 那能够有这样子的协助 我是觉得说 对于所有的韩粉来讲呢 能够看到韩兵啊 能够看到韩国瑜啊 都是件非常开心的事 所以前几天 在这个正式委的选区 三重夜市里面 因为韩兵跟蒋万娅 一起来陪扫街 哇 整个急爆了 所以民意或许确实就是如此 完完全全的希望 看到改变 那对于韩国瑜的支持程度 不只是在高雄热而已哦 在台北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 那这样当然哦 对于所有想要选总统的 候选人来讲 我想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 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就是说 到底我们要推派 什么样的人来选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说 我们势在必行 因为 回到民进党的角度来说呢 他们当然是希望说 借由国民党的一些 内部的纠纷跟动乱 然后取得一些修身养习的机会 或许在面临2020的选举来说呢 他们可以占尽更大的优势 那这点呢 是国民党千万不能小觑的 千万不能小觑的 所以 如果国民党能够团结的话 那我相信呢 你看又有韩国 又有韩兵 还有李嘉峰哦 的助选 或者他们自己要选 我相信 我相信 对于国民党来说 2020的选战 是非常精彩可奇的 也很有机会 能够改变现在的执政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呢 两个主要的议题 都是要选总统的人呢 不断的在提出来 第一个是能源的议题 核四到底要不要冲击 第二个是年金改革 那年金改革的部分呢 不论是王金平 或是朱立伦 他们都有做 一定程度的表态 就是呢 民进党在做年金改革 的过程当中 太过的粗糙 而且呢 所砍掉的年金呢 也比原本 民进党本来说 要做国事会议 那年金改革的国事会议 所做出来的版本 最后呢 立院还选择了一个 更加严苛的版本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 确实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 尤其是军公教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如果国民党 不管是哪一位当选 似乎看起来 年金改革的问题 都有可能的来做一个解决 那我们来看一下 民进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面对 现在的这个 在网路上面的负评 其实在2018年的选择里面 很有趣的事情是 不管是 农业县市这种传统民进党的票仓 还是说在都会地区 民进党的票都没有开出来 所以他们的从政人士呢 不断的在觉得说 是不是农业县市 他们真的出了问题 可能是因为 吴英宁的关系 那引发了让大家觉得 其实民进党口中所说的 尊重农业 尊重农民 不过就是酬庸 以及高薪实习生的培养 对于真正的农民来说 两岸关系不稳定 他们的蔬果卖的不好 像是呢 最近因为文旦的议题 也引发大家的讨论 台南呢 有一个幼农卖文旦的 他就说呢 在节目上里面 他脱口而出说 去年呢 有两百万顿的 这个文旦被丢到水里 不过他其实在当下 他就有发现自己口误 有修正这个数字 没想到呢 这个新闻呢 被不断的去转传 还拿出来讲说 这是假新闻 但其实事实上 那个果农呢 他早就已经有讲过说 这个部分呢 他觉得是自己的口误 他不断讲说是口误 但是没想到呢 居然被拿来攻击 我要必须先帮这个农民 讲一句话 其实他是农民 他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不小心说错 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能怪他 尤其是他已经在当即 就已经去澄清说 他刚才讲的是错的 所以反而利用这件口误 拿出来 然后额外的去渲染 甚至去批评农民 然后去骂说是假新闻的人 以及这样的新闻媒体 我觉得还比较过分 因为他的整段发言 你应该要听完一整集 他就已经告诉你 他是口误了 他并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觉得 不需要因为政治的关系 对农民如此的刻薄 这其实才是 民养真正败选的原因 所以如果继续用 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我想对民进党反而是不利的 那我们看到立委爆料 包括曾明中等人 他们爆料说 有一个招标案 农委会编了1450万 在买网军 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 苏贞昌他高举向社群媒体进军 但是没想到 竟然农委会有一个标案 他花1450万元 他说这个是 加强农业讯息的 因应计划采购案 他这个薪水 每个人是4万块钱以上 而且重点是 除了舆情分析之外 舆情分析没有问题 农委会本来就应该要了解 现在网路上面 大家讨论的内容 由农委会 适时的提出回应澄清 这个是一般政府单位 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舆情的话 没有关系 可是 大家听一下下一段哦 还要求他们在PTT Dcard Mobile01网红 部落客YouTuber等 年轻网民出入的网站 替农委会说话 所以你要发现就是说 怎么可以透过 公家单位的预算 去要求 这个年轻人 在PTT上面去po文 假如说 跟大家说 假如说他去po文 他是以农委会的名义 我觉得OK 就是你是农委会的小编 你在替农委会经营社群媒体 然后呢 去澄清或是说明 这都可以 如果你要去社群网站里面 发言的话 你也必须要以农委会的名义 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 因为这样会让大家误会 以为是个别一般的民众的想法 但没想到你其实是代表 政府部门跟单位 这样的时候 其实农委会做的事情 是非常不应该 这种行为 其实就确实是买网军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 其实真的是要 非常的注意 非常的注意 他们这样子的行为 我觉得 如果是买网军的话 如果是买网军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政府 农委会 陈吉仲 他并没有想要 去好好的 并没有想要去好好的 跟民众做政府部门 跟民众之间的沟通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想农委会 有这么多的预算 应该拿去做对农民 有帮助的事情 应该拿去做对农民 有帮助的事情 而非 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 网军的一个购买的动作 我觉得这是农委会 他必须要很注意的 所以还好立法委员 把这样的一个采购案 给揭露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新闻 所以未来呢 如果有在网络上面看到 对于农委会的一些擦枝抹粉 你可能可以去思考看看 这个到底是 网军 所提供出来的内容 还是真正是来自于民众 所以我觉得如果 蔡政府一直在讲假新闻 假新闻 一直在抹别人是网军 抹韩粉 抹这个磕粉等等 但自己政府部门 却花了1400万元 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政府应该真的 好好想一想 自己不得人心的地方在哪边 自己不得人心的地方在哪边 绝对不只是 他自己现在目前 自认为有检讨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 在民进党 我们看到苏贞昌院长上台之后 其实他们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 越来越强硬 那你就会想说 到底这些民进党 所被大家诟病的部分 民进党是用一个谦虚的态度 谦虚的态度 面对 还是呢 真正的是去 做出了一个改变 然后让民众看到大家的诚意 我个人觉得目前看来 难度很高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 苏贞昌他回应 他说 这个叫做网路小编 不是网军 可是我要请教苏院长 你说要在PTT 要在Mobile01 回应留言 做澄清说明 那你能不能具体写出 你是农委会 你可以以农委会的名义 在PTT上面发言 留言 你可以以农委会的名义 在Dcard上面po文 在YouTube下面回应 这个都是属于社群媒体的范畴 但是 但是 如果你是用个人的名义 那这个就是网军啊 好 这个就是网军啊 绝对是网军啊 然后呢 原本曾经得传出 要接台肥的董事长 李静勇 也已经当了这个 中选会的主委 你会发现 为什么 现在大家觉得 民进党没有在反省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仇庸的文化 只是变得越来越多而已 李静勇他即使是辞掉了 民进党的党籍 撤销民党党籍自己去取消 但他一样是民进党人 这个大家都不会有任何的意见跟问题 上一次2018年的中选会 已经搞得乱七八糟 不只是说在一些公投案上面的 刻意阻挡 好那时候黄世修啊 廖彦彭他们挺和的 以和养绿的发起人 还去绝食 中选会主委是完全置之不理 然后操办选举的时候 史无前例 大家排到七点半 八点半才要投票 中选会主委的公平工程 李静勇做得到吗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中广新闻网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波到网路直播 朱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实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30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哈喽中广论坛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许小新 我有看到我们的网友说呢 对国民党也是有酬庸半斤八两 确实之前是会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 不过 国民党如果执政之后 也是采取像民进党这样的方式呢 那我想没有多久可能又被换掉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如果要重取执政的话 本来就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想 陈经德是不是要接台肥的董事长 现在苏贞昌似乎见光死后 说没有这回事了 那所以应该是不会啊 应该是不会 但是也希望就是说 像包括一些用人方面 蔡政府真的是要多注意 比如说像是Colasio Taka 他是之前有酒驾嘛 那当前一阵子一直一直在讨论这个酒驾的法律层面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哇 很尴尬耶 就是他们自己的发言人出来回应的 不断的讲的就是酒驾的事情 甚至之前他们要打韩国瑜说 你这个你在bar里面喝酒直播这件事情 其实也很尴尬啊 因为他们自己的行政院发言人不只是喝酒 而且还是酒驾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对网军这个议题呢 台北市跟高雄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台北市的副发言柯玉安说呢 他不觉得农委会在招募网军 但政府单位不应该花社群媒体去搞这个标案 可以感觉出来台北市的态度是说 免礼真啊 就是说他虽然帮农委会还家说 不一定是招募网军 但是他也呈现一个态度就是 政府单位社群经营里面 不应该去花这个共筒去做社群经营的标案 韩国瑜呢 他也说他的团队从来没有网军的操作或是考虑 强调为真不破 只有真诚的沟通才是唯一该有的经营策略 这是很好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能够构真诚 像是韩国瑜传他直接开直播 他直接开直播跟大家互动 那这种方式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速就可以达到 沟通跟传递你自己想法的一个方式 甚至是对你有不同意见的 不喜欢你的 你直接透过一个直播就跟他对话 请他上来跟你对话 所以呢 这个在被抓到说1450万的洋军之后 农委会就说好了 他们资讯未来资讯会具名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立法委员要持续追哦 或许半年之后要请他们提出成效表 我要知道你们到底在PTT上面po什么东西 你们到底在Mobile01这些社群上面po什么东西 有没有像你所澄清现在目前所讲的你的这些资讯会具名 好 那再来我们把焦点再回到总统大选上面 因为呢 吴主席抛出保留万分之一的机会呢 认为呢 韩国瑜如果参选总统不会对不起高雄市民 嗯 我想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显示说吴敦英主席他可能也在考虑不去参选总统 因为他说呢 对他来讲参选总统也是万分之一的几率哦 那吴敦英呢 他曾经坦白的表示说 自己为了参选总统呢 准备了30年 展现他徐途大卫的企图心 不过呢 很多民调都显示他在中央地方虽然历练很丰富 但是没有办法转换成支持度 呃 所以他还在考虑万分之一的机会征召 好 而且他说呢 在全代会正式通过总统提名人之前征召 也就是说比较像我刚刚讲的在七月之前 好 所以我想 呃 把这个假想敌作为台北市长柯文哲 可能就是根据七月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不过 必须要讲哦 七月 柯文哲就会宣布他要不要去选吗 不一定 他有可能等到八月或是九月 因为反正联署虽然是说需要很多的分数 但是以柯文哲市长他目前所有的人气来讲 我们呃 持平的评估去做这样的一个联署 应该难度不高 好 因为像之前宋楚瑜主席他也是呃 会需要联署嘛 那也都很快很顺利的能够进行完成 所以我认为难度并不是太高 好 那呃 启动的时机呢 可能是柯文哲参选总统 就是看国民党的候选人民调 跟这个柯文哲去相比 那主要呢就是以银为主啦 主要就是以银为主 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我想就是国民党这一次 呃 总统大选最大的争议 但是也是最需要遵循的原则 好 所以能够赢柯文哲 如果朱立伦 如果王津平 他们能够赢柯文哲 那我想 可能就不会存在这个征召的一个问题 好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或许吴敦英主席他会希望用征召的方式 征召韩国瑜出来选 那韩市长到底有没有意愿呢 这我想现在他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明 等以后慢慢自然会水落石出 所以我想这次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会一直到很后面很后面很后面 才真正的确定 所以这已经是第二次 这已经是第二次 我们的总统初选 要到比较后面的时候才知道的 那很多人也会比较说 跟之前换柱事件对国民党的伤害 这次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第一个是吴主席他在比较早期 也就是现在的时候 他就有松口说会征召嘛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韩国瑜他的民调很高 韩国瑜他的民调很高 所以对他来说 或许到时候如果说有征召这些过程当中的话 所受到的伤害跟损伤不见得会像以前这么多 这也是很多支持韩国瑜选总统的人 所主张的一个意见 不过我想 不管是韩国瑜朱立伦还是王金平 只要能够胜利的 我们那个邓小平有说过一句名言 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嘛 那不管是朱立伦王金平还是韩国瑜 只要能够胜选的 我想就是好猫 就是我们可以去提名的对象 那确实这些纷纷扰扰 到底大家什么时候会听腻 开始别的话题呢 我也很好奇哦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 不要再把 总统大选当成是很热门的讨论议题 可以等到那一天 不过我想 根据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说 可能还要好好多一片时间 那我们还是 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讨论一下 我们的 立委的补选 因为呢 礼拜六也就是明天 立委的补选就要来咯 我们从台南开始看起 台南呢 国民党的胜算其实是高的 原因呢 是因为南部民进党自己分裂了 麻豆地区呢 传统上是台南里面最绿最绿的区哦 所以它是深绿中的深绿 可是第一个我们所推出的候选人 谢龙介 她是有全国性知名度的 第二 民进党自己分裂 大家知道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陈小玉哦 她今年选立委 她不只是她自己 很受到外界的关注 包括她的外形 跟她经常创造一些话题 更重要的是呢 她的家族在地方上面是 亲绿 但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家族哦 所以呢 确实就我的理解 这个28岁的陈小玉呢 她的组织动员呢 是不只是做空战这样子一个等级 而是有实质的影响力哦 而且呢 据说支持她的人还不少 每次在办造势活动的时候 也是办得有模有样 再来呢 黄伟哲市长在2018年的时候 虽然她选上了 可是呢 她的选票并不是太高 因为讨厌民进党的关系 所以很多台南人 这次其实也并没有去投票 或是其实没有选择黄伟哲 第三个原因呢 郭国文他过去呢 在媒体上面的曝光很少 缺乏全国性的知名度 所以也没有让一般人 愿意走出去投票的这个热情 然后呢 他会想到 他可能就是想到新潮流 想到一地一休 而且他也是空降的 这些都是属于 比较负面的标签哦 那只是说 在赖清德强力浮选之下 到底会不会有用处 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不过毕竟在选举的人 是郭国文不是赖清德 所以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帮忙 郭国文跟谢龙姐 两个人的个人比较 我想还是很重要的 那谢龙姐呢 其实他的陆海空三军都有 陆海空三军都有 而且呢 他的公开行程非常的很多 他一天去扫街 打地面的战争 第二天他可能就到台北 来上节目 或是直接在台南 有节目 然后SNG转播 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是没有组织 但其实实际上面 他也是台南市党部的主委 而且呢 他跟韩国瑜的关系也可以动员到不少地方支持的力量 所以陈小玉的在地性 我想对郭国文来说造成很多的影响 他的妈妈叫做郭秀珠 曾经连任世界的议员 那他拥有很强的一个陆军 所以郭国文他虽然有赖清德的加持跟支持 但他的陆军本身并不是他自己所创建出来的 不是他的家族所创建出来 而是他必须要依赖赖清德的支持 但是陈小玉不一样 郭秀珠他自己连任的世界议员 他在地方上面所拥有的人脉 所拥有的组织的力量 本身其实强度就是很高的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台南在第二选区 就是这个麻豆地区 本来绿营是可以占尽优势的 但是呢绿营分裂再加上韩流 再加上候选人本身的特质影响 我认为呢台南的选情 对于谢龙界来说机会很高 对于郭国文来说很担心的 就是国文跟英文 未来2020的蔡英文选举都死当 好会担心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镜头另外转到 我们镜头另外转到三重 三重呢我们是郑世伟 提出了郑世伟对上了三重的新北市党部主委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于天 前几天推出了女儿牌 于天推出了他的两个女儿 于小平跟于怨奇 帮他在街头上面助选 哇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活泼 非常活泼 那另外呢 这个 盛世伟这边呢 他没有女儿 但他推出的是国民女儿 就是这个韩国语的女儿 韩兵 一个是挤爆了这个整个夜市 一个是三三两两的 有人来跟他们合照 我认为这三个女生呢 对于他们所支持的对象 都是有加分的 彼此都是女性 我觉得倒也不需要计较这么多 说谁家的分数比较多比较少 我相信两个都对自己的爸爸 还有自己的党员同志 是有加分的 不过呢 实际上面 郑世伟在这一站上面 他占据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原因 是因为 这区当然原本也是民进党的优势区域 而且非常非常优势 可是 高志鹏贪污 所以这里才要重选 所以对于民众来说 你很难跟他交代说 我们这边本来不需要再选的 可是呢 因为民进党人贪污 民进党人贪污 所以才导致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 甚至呢 高志鹏 他现在已经 哇 已经这个状况了 但他还是呢 都很入狱了嘛 那他还是都是 好像民进党对这件事情 也没有太多的批判 跟 去对民众表示道歉 所以 包括于天 他还是用了高志鹏的服务处 作为竞选总部 那 所以我觉得说 台南跟新北两个状况不一样 新北市的状况是 会要补选的原因 原本就是来自于民进党 自己政治人物的贪污 那如果你作为一个民众 你当然会去思考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我们现在变成说 又选一个民进党的 又发生类似的问题 或者是说 为了告诉高志鹏 告诉民进党 说我们是反对你这样子 汉污的事情 那所以我给 国民党一个机会 做做看 我相信很多人 会对于他们 所支持的 民进党的原本的 候选人高志鹏 感到失望 而今年没有投票 或是投给郑世伟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继续分析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播到网络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导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明天就是3月16号的立委初选了 那巧新今天晚上呢 也会到三重去替郑世伟助选 希望明天可以有好结果 这一次不管是 这个台南 还是呢 三重 郑世伟 或谢龙健 哇 其实国民党真的是团结在一起 所有什么太阳 你看我们讲太阳 大家吵了老半天 然后一下说支持这个支持那个的 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呢 我必须说 回到郑世的补选 就是郑世伟跟谢龙健 其实所有的天王都有下去 帮忙复选 我觉得在这部分来说 是非常团结的 不管是王金平院长 朱云伦市长 或是韩国瑜 那甚至 吴敦义我是没有注意到 但我想一定也是有的 毕竟这是国民党中央嘛 那都不断不断不断的 跑台南 跑这个 三重 不断的去替他们两位复选 像我昨天晚上有看到 朱丽伦的直播 昨天好像陪郑世伟去扫戒 然后前一天又有韩冰嘛 然后呢 我在新闻上面也看到 就是有王金平院长 在这个战车上面 帮郑世伟助讲 所以呢 我觉得 虽然纷纷扰扰的 大家讲了这么多 什么谁跟谁合 谁跟谁不合 初选到底会怎么样 哇 到底会不会换人 讲这么多 但最重要的是 你会很感动的看到 其实国民党在于 这两个选区里面的助选 大家是没有私心的 就是不断的希望说 国民党这两席能够上 那民进党已经开始 有些人讲一些恐吓牌 像 应该是赖金德越能说的吧 他说 如果说这两席输的话呢 对于 两岸关系来说 会有很大影响哦 他们很怕这个中国大陆啦 然后好像来 统战台湾啊 等等的 但是 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个两席哦 两个席次 他们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 马上马上 选完这个要再一次的 投入2020年的立委选举 而这两席的加入 对于民进党在立法院来讲 完全没有任何差别 民进党依然是过半的 所以不管你要提出 什么样的法案 如果在表决的时候 你一定是多数 所以民进党 去把这个所谓的大陆 中国因素哦 去跟这个两个选举 去做连接 我认为呢 这完全就是恐吓 如果依照民进党的逻辑 应该是要讲的是说 2020年的选举哦 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虽然我并不认同 但是依照他们的逻辑 似乎可以成立 可是 他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内容 就说如果这两席当选的话 哇大陆要同意台湾啦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两席完全不会发生 这样子的影响 因为民进党 在2020年选完之前 就是在立院是过半的 这个毫无问题 所以 我觉得 真的不要再用这种方式 去恐吓人民哦 大家现在担心的事情是 我们要如何增加我们的收入 包括像是很多的立委 他们已经在 立法院里面去声援韩国语 用政策的方式声援 像是立法委员 费鸿泰 跟赖世保 还有曾明忠 他们三位呢 是 在立院里面很资深的财经专家 财经立委 常年都在财政委员会里面 去做服务 那 因为呢 在韩国语选总 选这个市长的时候呢 就已经找了他们 包括跟张三振院长一起哦 组成一个经济小组 就是要来协助未来高雄 来推动经济相关的 产业发展政策 那韩国语市长当选之后呢 他们也在立院里面提出了 自由经济区的2.0版本 2.0版本 希望说能够通过 让高雄甚至北中南 都能够成立这个自由经济区 那你成立自由经济区之后呢 很多的一些法规的松绑 或者是说税务上面的一些 限制的减少 可以使得台湾的经济贸易 更加的自由 我必须说 台湾其实是处在一个 很好的位置 很有机会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如果说你 没有好好利用的话 然后每天我们的国家 都陷在这个内斗里面 陷在彼此之间的互相不满 跟不合里面的话 哇很尴尬 什么事都做不成 所以 很有趣的是哦 自由经济示范区 在很早之前 最早支持的 其实叫做成局 他曾经表达肯定的态度 并且希望行政院 能够竞速的通过 包括赖清德 他们在做市长的时候 他们都很希望 在自己的区域里面 能够发展自由经济区 可是没想到 他们只要到中央做官之后 就开始卡地方 你只要地方上面 你不再是自己人了 你就是能卡着卡 卡自经区 卡熊猫 什么都卡 所以这个会让大家觉得 很反感 一方面你一面 就变成是双面人 有点人格分裂的感觉 你一面去跟我们的民众说 没有问题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高雄 我不会卡韩国瑜 但当韩国瑜 高雄是他需要自由经济 示范区的时候 你又跟他讲各种理由 说不行 甚至还有苏贞昌院长 我非常不能接受 他这样的说法 他说 这个呢 就是会 好像你是成为 中国大陆的共犯 新加坡有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他也紧邻中国大陆 离中国大陆的位置并不远 他是中国大陆的共犯吗 你用这样的说法 你是完全不了解 国际的情势 完全不了解国际贸易 你每天心心念念 只想着中国大陆 一下又说要拿扫帚 跟这个中国大陆作战啊 一下又说呢 自由经济示范区 会成为共犯啊 然后呢 一下又去讲各种 跟大陆有关的言论 我觉得如果 反共反中这张牌 是剩下民进党 唯一在2020年 可以打的牌 对民进党 绝对是一件 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不断的告诉民进党 就说 为了你好 把内政做起来 经济发展好 是最重要的 我前一阵子到冲绳 去了一趟 就日本冲绳 你会发现 其实日本 他们的薪资 比台湾高很多 他们的服务员 就大概可以领到薪资 是六万到七万块钱的 台币服务员 就是那种 即时时薪制的服务员 一个月 我刚刚算了一下 六七万台币 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会说 他们的物价 比台湾高啊 但实际上你去看 他们的物价 部分是比台湾高 但是有一些部分 他们自己国内所产制的 像是肉类啊 或是牛奶等等 他们如果自己有产的话 其实很便宜 所以对于他们国家来讲 他有物价高的部分 但是针对收入 可能没有到这么好的民众 他们也有同样 你可以补给的 然后你平常时可以吃的 吃喝玩乐 大概都有比较便宜 平民 平易近人的版本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不断的去讲说 我们薪水比较低 但是我们物价也低啊 曾几何时 我们的物价也越来越高了 我们的物价高 房价高 租金高 现在年轻人 他不只是买不起房子 他连房子都快租不起 所以我要讲 也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问说 反共不反中 小心你反共吗 我觉得在国民党的 历史的角度来说 我们对于共产党 一定是不能妥协的 这是我们的坚持 因为 九二共识 为什么要坚持在那边呢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是中国的 唯一合法代表权 你一定是有这样的主张 才有后面的九二共识 我们才是主张说 中国 我们在讲中国的时候 我们只是中华民国 所以你说 这算不算是反共呢 或许可以算是吧 但是所谓的反共 并不是说 好像要像敌人 这样子去开战 而是 在彼此之间 透过谈判的方式 取得一个 冷静的平衡点 然后去为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着想 希望能够把利益极大化 这也是我认为 两岸关系上面 国民党未来 执政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的 像一些 两岸上面的一些红利 比方说呢 可能 大陆这边 给予的一些优惠 一定要让他分到的是 一般的民众 而不是少部分的政治 或是经济的领袖 如此一来 民众才会觉得说 两岸之间的交流 其实对我们一般 市井小民来说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未来如果国民党 有执政的机会的话 也必须非常的注意 那至于呢 这个民进党 基本上就是 逢中必反了 那很多的 包括在台湾有投资 大陆在台湾有投资 合法投资哦 不是非法投资的部分 好 那我的了解是 现在要回到台湾 看他的企业 一年没有几次的机会 而且那个 合法签证的 那个机会呢 是越来越低 所以几乎是被卡在外面的 可是 这些投资都撤出之后 对台湾来说 真的有好处吗 我们又与此同时 有拿到更多 外资的投资吗 呃 我们现在目前的 能源政策 能够吸引更多 外资来投资吗 美国商会 不断的发表意见 他们在谈说 核能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台湾缺电的问题 是为什么外资 不愿意来台湾投资的 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提供 稳定的电力 跟电价的话 那确实会使得 外资对台湾投资 兴趣缺缺 所以我觉得 韩市长讲得很好 拼经济 发大财 这个才是 所有国民 都最希望可以看到的 如果哪一个市长 哪一个首长 哪一个总统 可以让台湾人 钱越赚越多 那我觉得 不管你两岸 抱持什么样的主张 基本上民众不会管你 你决定就好了 但是我们有 我们的温饱 我们的经济 我们买得起房 养得起孩子 能够每天开开心心 愉愉快快的 大多数的国民 都如此的时候 你所心里所想的 不管你是同意 还是独立 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才有可能被民众所接受 所以我想 为什么大多数的民众 都认为说 我们希望 维持现状的原因 其实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不要再去 吵那些意识形态了 赶紧赶紧 我们去把经济的事情 给做好 让人民能够赚大钱 能够温饱 那我想 明天的补选 对国民党 对民进党来说 都很重要 因为补选完之后的气势呢 应该会一路延续到2020 所以如果国民党 两个选区都拿下的话 哇 对民进党来说 可能又是很大的困扰 而且 周恩泰主席 似乎还把自己的政治生命 都堵在上面 他说如果 没有选上的话 他可能要考虑辞职等等 我是建议主席 不用这么做 你还是继续当你的党主席 不过对2020年来说 民进党可能是会 越来越艰困 今天是礼拜五 我是台北市议员 许巧新 中广论台 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我们下礼拜